中秋节到了,传统月饼吃够了 试试这个只用西米就可以做的水晶月饼吧 均匀剔透,Q弹软糯 咬一口满口的桂花香味 拿个碗,一瓶小西米拌稳它 再来一盆温水,搅和搅和 让它吸水软化半个小时 然后揪一块西米来揉成圆球 再来个煮熟的紫薯 趁热给它剥皮 碾压成紫薯泥 再加一丢丢炼乳 搅和搅和 然后抓一块揉成圆球 再来做一份红薯的 西米球让压成圆饼 把紫薯球包进去 就掉多余的西米放入压化模具 按腰成形脱模即可 接下来挤锅点火 锅里加水 不吸油脂 把西米鹿月饼放上去 蒸20分钟 水晶西米月饼就做好啦 这颜值是不是很beautiful啊 中间放点桂花蜜 就可以享用了 你们都学会了吗 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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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见